近年来,IP改编剧盛行 由于热门IP自带热度和话题 这些改编剧往往微波先火 可在选角方面稍有不慎 也会立即口碑崩塌 不过,有些改编剧被称神仙选角 剧中的演员与原著角色的契合度极高 然而,那些热门IP剧的选角也曾被嫌弃 最终却一路逆袭成经典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IP剧中口碑逆袭的选角吧 2017年播出的三生三世实力桃花 经多轮重播依旧热度不减 它还被网友称为现象级的IP改编剧之一 而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它不仅融入了古装言情故事 还有仙侠奇幻剧情 这部剧播出以来受到了众多粉丝追捧 然而,当初的定装赵公布时 赵又廷却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大部分人都觉得他完全没有仙侠古装美男的气质 其实,赵又廷五官单薄,风格偏凌厉 这样的长相在现代剧中是妥妥的型男 可在古装剧中,赵又廷的长相却为何感满满 一般而言,古装剧中的美男都是见眉心目,比例饱满 再加上古装剧由未看中演员研制 因此,当网友看到赵又廷的古装扮相时 都对他的颜值提出了质疑 而随着赵又廷长发造型的曝光 更是引来了一片吐槽 甚至有网友爆料 赵又廷在拍摄时曾被导演嫌弃太丑 不过,《三生三世》播出后 观众都被赵又廷的演技折服 整容饰演技一次也从他开始流传 他在剧中分尸两绝 赵又廷不仅演出了叶华的深情 更是将墨渊的沉稳诠释得淋漓尽致 事实也证明导演的选角眼光不错 赵又廷饰演的叶华迷倒万千粉丝 《三生三世》也穿了当年的爆款剧 无独有偶 这剧的男主郭麒麟也曾遭到网友的质疑 该剧改编自统名小说 根据设定 男主角霸气腹黑 沉稳大气 武功高强 正是典型的偶像剧男主设定 可郭麒麟完全不是大家既定印象中的古装美男 甚至有网友吐槽他造型太丑 身高颜值都差强人意 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郭麒麟沉迷于相声 其表演风格偏向浮夸高笑 无法表现出援助男主清新飘逸的气质 关键是 他和女主宋毅没有CP感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续播出后 郭麒麟饰演的宁毅一登场 就让众多网友产生概观 在这部剧的设定中 宁毅从霸总变成小小坠序 她的人设也略显喜感 而郭麒麟也凭借一张超能说的嘴 征服了观众 最妙的是 她成功塑造了一个玩世不恭 却精明能干的坠序形象 尽管郭麒麟曾饱受争议 但宁毅这个角色 的确令众多剧迷折服 作为宁毅剧的经典作品之一 《甄嬛传》一直被网友反复观看 剧中的演员也可谓神仙选角 可谁曾想到 当初陈建兵会被嫌弃太老 《甄嬛传》改编自《留恋子》的同名小说 小说中的皇帝是个绅士美颜的大帅哥 因此 当公布皇帝选角是陈建兵时 大家都觉得导演在开玩笑 可郑小龙导演却觉得 剧中的皇上性格多疑 还带着霸道和自私 同时 他也是个薄情寡义 万人之上的天子 而陈建兵的沧桑感 正是雍正皇帝应有的特征 结果也如导演预期的一样 陈建兵将帝王的喜怒 不形于色 猜忌 多疑 演绎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表情 眼神等细节 都拿捏得非常到位 将观众带入雍正的内心世界 而且作为皇上 陈建兵能够压住那些花枝招展的后宫嫔妃 随着《甄嬛传》的播出 现在看来 《甄嬛传》选择陈建兵这个男主 实属明智之举 近年来的优质国产剧 不只有宫斗剧 还有众多权谋剧 例如《狼牙榜》 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凭借其高质量剧情杀出重围 成为当年的第一爆款 可是 该剧的主演人选 曾掀起巨大争议 当初曝光的主演中 胡歌出演梅长苏 算是众望所归 刘涛扮演霓皇郡主 也受到大家的追捧 可唯独靖王萧景岩的扮演者 王凯受到嘲讽 甚至引起广泛讨论 原著中的靖王 有情有义 赤子之心 是一位铁骨真正的硬汉皇子 而王凯最有名的角色 是丑女无敌中娘娘腔 陈嘉明 从形象到气质 王凯显然和萧景岩不服 还借得狼牙榜发布会上 王凯撒泪现场 感叹压力之大 但临近狼牙榜播出时 王凯因伪装者中 出色的表现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很多观众对他的态度 也发生了转变 等到狼牙榜播出后 他也让观众看到了 萧景岩的魅力 眼神干净 身姿挺拔 可见王凯与萧景岩的 契合度相当高 他也被夸视神仙选角 说到选角的争议 自然少不了各大单改剧 即使曾宏极一时的 陈秦令也不例外 这部电视剧 改编自单美小说 魔道祖师 由于原著拥有大量粉丝 因此当官方宣布定绝时 萧战 王一博这两位主演 是原著粉 最无法接受的 不少人都认为 萧战 王一博都是爱豆出身 他们的演技肯定拉胯 而且他们的颜值 未必与原著形象相匹配 虽然萧战在 《哦我的皇帝陛下》中的 古装造型受到肯定 但王一博的古装扮相 却受到争议 其五官的现代感明显 与原著中的形象格格不入 和陈秦令播出后 剧中的演员 凭借出彩的演技和颜值 为一众粉丝 送上了视觉盛宴 萧战可以说是魏无羡本人 他把魏无羡身上的任意潇洒 正义凛然 诠释得嘶嘶入口 他的每一个转身 响指 都掐似粉丝心中的魏无羡 尤其是当他看着蓝望鸡时 眼神中都是戏 而王一博的古装造型 也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演技更是可圈可点 他饰演的蓝望鸡 气质清冷 雅正端方 恪守门规 可他的每一个小表情 又流露出内心情感 是王一博 他们都精准还原了 小说人物的形象 陈秦立这部剧也随之大火 剧中王一博和肖战的互动 更是CP粉的狂欢 作为陈秦立后 又一单改剧 并编不是海棠红 被网友用高标准看待 而该剧的主演是黄晓明 尹正 同样被网友嫌弃 黄晓明的油腻霸总气质 让人不敢看 尹正也不是传统定义的帅哥 不过随着该剧的播出 黄晓明和尹正 凭借精致的造型和精湛的演技 成功翻身 黄晓明的颜值本就不错 加上剧中抢眼的造型 更是将黄晓明的颜值 衬托到极致 而且黄晓明用自己的演技 不断丰富角色形象 面对姐夫曹思令 他化身万事不公的阔少爷 在商戏蕊面前 陈凤台既霸道又胆怯 黄晓明轻松驾驭了这个角色 并成功为自己去游 比起黄晓明 尹正也毫不逊色 他刻画了商戏蕊 其柔美、硬气与真性情于一身 尤其是尹正身着华丽的戏服登场时 一颦一笑都净显精俊名领的绝代风华 推下戏服后 他又是坚守爱国热忱的有志青年 而且黄晓明和尹正还意外有CP感 如今看来 不得不佩服于正的选角眼光 东宫的选角也曾被吐槽得很惨 这部剧改编自 肥我思存的热门同名小说 而肥我思存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质量颇高 来不及说我爱你 步步惊心 等作品都是改编剧中的经典 可是东宫还没开播就迎来一片质疑声 当初男女主彭小冉、陈兴旭 被中的原著粉丝嫌弃 彭小冉被骂网红链 那是他刚从主持人转型当演员 没有名气 外形不符 几乎被所有人吐槽 可他在剧中的亮相惊艳众人 一系红裙 眼神灵动 而且彭小冉本身无关精致 穿上古装后有种抑郁风情 尽管他还是个新人演员 但他演出了小枫的天真浪漫 而陈兴旭也曾被网友嫌丑 但他用演技令人折服 他在李承鄞的暴力 腹黑 偏执 演绎得淋漓精致 一位主演的精湛演技 和剧组用心的佛华道 彭小冉和陈兴旭 还原了小说中的主角形象 他们之间的虐恋 也赚足眼泪 东宫的成功 也打脸一众唱衰的网友 斯腾的选角 也是口碑逆袭的经典案例 这部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其女主正是景田 景田出道15年 也合作了众多大派明星 可他却一直没有大火 甚至被贴上了万年不活的标签 而且景田的颜值和演技 也不被认同 因此 当斯腾官宣女主时 景田自然不被看好 但没想到的是 斯腾意境播出 景田成功翻身 并受到了高度的赞扬 他一出场 就因一身素色旗袍 俘获观众的心 而且他的每一身旗袍造型 都惊艳万分 现场的眉毛更是点睛之笔 他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摇曳身姿 一时间 景田被称为民国美人 除了颜值外 景田的演技也得到了认可 剧中 他饰演的斯腾外表美丽 可眼底却有一股忧郁的气息 而且景田在剧中 一人分饰两绝 坦然自若 高贵典雅的斯腾 心狠手辣的白鹰 在这两个人物性格 大相径庭的角色之间 景田可以任意切换表演 最重要的是 他掩活了斯腾 傲娇女王的角色设定 因此 斯坦这部剧播出后 大家都被景田的演技 和造型所经验 由此可见 对于一部影视剧而言 合适的选角 意味着成功了一大半 这些演员 不仅自身气质 与角色契合 还将观众心中的 角色形象还原出来 不过 只有出众的外表 也不能有所成就 最关键的 还是要用演技 去征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觉得 哪一部影视剧 是神仙选角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 再见 请不吝点赞